好 来看到立法院进行消息 针对王毅川事件 目前还在延烧 日前在节目上说 透过了手机讯号 能够比对出519的小草 和国会外头集结的群众不同 现在NCC主委陈耀祥 也很好奇 资料从哪来 单说问过三大电信业者 没有提供 连线给记者苏芷杰 芷杰 好 请观众 民间党政策委执席长王毅川 日前在友台的节目上说 他透过手机讯号 就可以来比对出 519民众党所号召的小草 以及日前在国会外头 所聚集的群众 这些人是不一样的 他比对的方式 就是透过他们的年龄 但是这似乎就违反了 所谓去世别化的一个原则 那对此主管这一块的NCC主委 陈耀祥就说他很好奇 但是他是透过电视才知道的 带你一起来听 我其实好奇 但是这个要问一下 王毅川先生 我也不晓得 我也是看电视才知道 说有这件事情 主委没调查 三大电信公司 有没有跟提供资料 给博安局或博安会 没有这个基本上三大电信公司 我们今天调查是说 他们有没有提供给 所谓王毅川先生这个事情 王毅川先生这样讲来讲的话 他应该是跟外界要说明清楚 对 可是因为他应该是说 朋友给他资料 后来又变成膝盖强 这个我不晓得 这个我没有办法 就是说明这个任何的事情 那如果有违反事实查证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有相关的法官去处理 好 不过王毅川日前才说 他这些手机资料 是来自这个友人所提供的 但是日前又稍微有点轻浮的说 是用膝盖想 用膝盖来分析 两个的群众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陈耀祥就说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但是他也请问了 这三大电信公司 他们说都没有提供给王毅川 但是到底有没有提供给党 这还是一个问号 但是说如果王毅川 真的有违法的话 那么也会依相关法规 要来处罚了 以上是相当最新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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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